我常常说一个笑话,就为不要接管。 我常常告诉朋友,我最怕是学佛的人。 为什么?一来来以后,看到你活个长,一脸的夫妻,一生都是夫妻,满口子孵化。 就这么什么意思,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。 就是把夫的那些道理拿来做普通的常识用了,变成名词了。 除了满口夫的名词,那个真正的意义不重。 所以真正的学佛要高度的智慧,佛法是智慧的学问。 不是一般的常识,也不是一般的思想。 我们首先交代这个,讲老和尚刚才的客气话。 我这番话的重点,希望大家对我不要既望的太高。 更不要重视我,我是个非常普通的人。 只有一点。 后来就让我那些老朋友,我成来的老朋友以外, 给你们演唱我多活了几年。 给你们多出来演吧,举此而已。 一老卖老,只有这一点还可以,其他都不行了。 。 那么,我也跟你们作为一样。 四一、二十就喜欢这个,一直摸到现在。 现在你看我那个样子,头发也白了,人也老了,一无数成。 。 会写这本书那篇人的,肚子饿了,再去写书。 没有饭吃,卖文章吃饭。 讲到这里,主要不累啊。 时间到了,你们告诉我。